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导航器面板 导航器是方便我们进行图像制作的一个面板 当我们的图像非常大的时候 屏幕上已经显示不全 那么我们对图像的某一局部进行精细的操作之后 需要把屏幕移到图像的另外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导航器来进行操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导航器中有这样一个红色的框框 如果我们使用鼠标将它拖移到另外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的屏幕会显示红色方框所显示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把它拖到最上部 可以看到图像显示的则是红色方框内部 我们可以使用导航器里面的抓手进行图像的抓移 其实我们有一个快捷键可以代替这样一个工作 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导航器的话 同样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 只需要按一下键盘上的控格键 我们的鼠标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抓手工具 我们移动图像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进行移动 而不需要进入导航器了 那么在导航器的这里有一个显示百分比 比如说我们可以将它调为百分之五十显示 按下回车键 那么整个图像就会变为百分之五十的显示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也有相应的设置 那么这个按钮呢 我们可以进行放大和缩小操作 比如说我们单击这里 就可以再次进行缩小 单击这里则进行放大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滑块来调整图像的大小 那么进行拖移就可以调整图像的大小了 它和我们的这个放大镜是一样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快捷键来进行放大和缩小 比如说按下空格键 不松手的情况下 再按下Ctrl键 那么我们这个鼠标就会变成放大工具 比如说我们现在应用的是别的工具的情况下 按下空格键 会变成抓手工具 然后再次按下Ctrl键 两个键配合可以得到放大工具 那么单击即可放大 那么使用空格键 将Alt键则是缩小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方法 可以将当前的鼠标变成缩小工具 那么这样的快捷键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说我们对图像进行自由变换的时候 那么再次调整到其他工具时 那么自由变换将被取消 此时如果我们使用刚才所定义的这两个快捷键的话 可以很方便的将图像进行再次的放大和缩小 这是修图必备的快捷键 一样的好处 都可以再次调整一下 再次调整一下 来两个小时的预算 再次调整一下 再次调整一下 再次调整一下